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可怕呢 不过它马上就会了 可以这样滑 还可以这样滑呢 看到莎娜和露露玩得这么高兴 朋友们也来了 不一会儿 小小的滑冰场上就站得满满的了 这时忽然来了一对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双胞胎兔子 嘿 看到你们玩得好高兴 让我们也一起玩一小霍尔邦 好吗 哦 真抱歉 这块冰很小 已经站满了 莎娜说 没问题 把它扩大一点不就行了 双胞胎兔子一本震惊地说 跟我们来吧 双胞胎兔子刷得滑起来 在它们的脚下 冰咔嚏咔嚏地向前延伸 莎娜和朋友们都吃了一惊 就像魔法一样 来吧 我们划着冰四处去看看吧 双胞胎兔子大声地说 刷刷刷 刷刷刷 它们划过的地方都变成了白色的冰露 以前从来没有来过 但是我们很喜欢这里 划吧划吧 能划到哪里去呢 刷刷刷 刷刷刷 到那边转一圈 在这里拐个弯 向前 向前 双胞胎兔子问大家 你们喜欢冬天吗 嗯 我很喜欢 可以堆雪人 还可以滑冰 听到莎娜和朋友们的回答 双胞胎兔子不知道为什么 很高兴地笑了起来 好吧 那就让我们玩得更痛快些吧 双胞胎兔子兴奋地提高了声音 现在开始滑冰比赛吧 终点就是刚才那个小小的滑冰场哟 哇 真是太好玩 太好玩了 来吧 开始开始吧 刹那说 预备 开始 划得像风一样快的双胞胎兔子领头 刹那和朋友们放开速度跟上去 划上高山 划下山谷 划过一个又一个高高的悬崖 刷刷刷 刷刷刷 双胞胎兔子划得太快了 大家怎么也追不上 越划越快 越划越快 冷风呼呼地从耳边刮过 刷刷刷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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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在耳边呼啸 刹那觉得自己好像也变成了北风 双胞胎兔子笑嘻嘻地 小声地笑着说 小鬼们 快到这边来 这边这边 到这边来哦 刹那和朋友们紧跟着双胞胎兔子 越过一个个屋顶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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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围突然冷了起来 纷纷扬扬地飘起了雪花 快到这里 这里 等等 等等嘛 刷刷刷 大家只顾着 紧紧地跟在后面 怎么滑的 滑到哪里了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周围变得更冷了 水越下越大 嘿 等等 等等 雪刷刷刷地下 风呼呼地刮 终为变得一片白茫茫 除了兔子们的斗篷以外 刷那什么也看不见 刷那什么也看不见 还差一点 真的还差一点 刷那的手就要碰到兔子了 兔子们进飘飘地飞起来 消失在雾蒙蒙的风雪里 莎娜大声地呼唤着双胞胎兔子 嘿,兔子们,你们在哪里,比赛还没结束呢 一瞬间,莎娜好像看见双胞胎兔子正在雪雾里向他们招手 莎娜向他们的方向跑去 我们会划得更好的,所以你们要再来玩呢 莎娜一直挥着手,没一会儿雪停了,风停了,雾气也散了 突然,一阵暖暖的风吹过来,大家向周围望去 身边还是那个刚才还结着冰的小水蛙 莎娜回过神来,轻轻地舒了口气 下一次,什么时候才能再花冰呢 还会再见到兔子们吧 好了,宝贝们,今晚的故事就讲完了 想要收听邓多儿童会本 欢迎关注格子酱讲会本 格子陪你一起成长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